好我们准备要继续上课咯 好我有在meet的讯息里面有贴一个连结 这是一篇网路上的文章 那各位可以先点进去 或者你自己搜寻一下这一个 这一个页面 那个meet里面有一个连结 请各位点一下那个连结 或者你自己用google搜寻 搜寻12个必须懂得的理论 这是社会心理学里面的几个重要理论 我们用它来练习 那个最基础的新制图的部分 阅读理解摘要的部分 好我把画面切一下 好我刚刚在meet里面那个讯息列 这边丢了一个连结 那所以各位从从这里点进来呢 会进到 会进到这一个网页 如果你不想摘这个 你可以自己找一个你有兴趣的 阅读的内容 阅读的内容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来练习 影像故事地图的部分 那我顺便讲一下 各位找一下 然后我把画面切回去 然后我顺便讲一下 今天早上我们会练一些基本功 就是基本使用新制图去阅读理解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练的部分 主要是在那个思考 思考的层次里面的比较低阶的 就是理解跟记忆的部分 因为台湾的 台湾的教育 有点 就是令人家比较不爽的就是 大部分都停留在低层次的思考 就是阅读跟理解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小朋友都是在学一些 要考试的东西 那真正高层次的那些应用分析那些东西 都很少老师会去带到 所以我们今天先解决这一个低阶的部分 那后面三天都是解决高阶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要学这种 因为这是学生的必经路程 所以如果老师知道一些方法 可以让学生在这个台湾的制度上面 这个考试制度上面会比较容易不会那么挫败 好那各位找到这一篇文章 这里讲的是12个社会学的理论 好请各位把它打开 好那我就把画面切过来继续啰 好你找到这个网页之后呢 好我们把它缩小一下放一边 放一边 然后把刚刚那个新制图打开来 好开一张新的喔开一张新的图 我现在用旧版的 然后一样把它调到大概一半左右 看你的习惯 好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各位如果有那个双荧幕最好 有双荧幕真的是很好办事 我的习惯 我其实进教育界之后我习惯都是自学 除了早期追那些认知心理学那些理论 追那些教授之外 我其他大部分的东西都自学 所有尤其是所有科技上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你要学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等到有老师开课 蛮困难的 甚至他开课的时候你学校没时间出不去 或者太远 所以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自学是最好的策略 那文本的自学其实也很简单 我是这样子做的 我就先大概整个念一遍 读一遍 大概先看一下有点印象 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发现这是 12个社会学上面很常见的理论 那所以我就会把它怎样 一边读 第一次我会全部看一遍 因为我要确定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要的 我有没有用这样子 然后第二次我就会开始做摘要的动作 所以我就会把它复制过来 贴上去 这边就是 12个社会学经典效应 就会做一些摘要 所以这里有12件字 这是刚好这个文章蛮结构的 所以我们就会 这边第一层会长出12个关键字 然后这边后面 我就会稍微的阅读理解一下 然后把我的理解写下来 蝴蝶拍动翅膀 刚开始很微弱 后来会引起很大的风暴 你就稍微摘要一下 学生一开始在读书的时候 他会很不理解里面的内容 因为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这后面解释的部分可能会一大串 你不要骂他 因为那是很正常 因为我对这个文本还没有非常的理解 所以我的内容会很多 那也是很正常 等到将来你可能又看了别的书 然后或者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理解更深入了 你可能就会改 刚开始很小 后来不断的放大 刚开始小事情 后来不断的放大 就越来越精简 然后甚至呢 你就开始用一些符号 好像我常用这种符号 当你对这个蝴蝶相应非常理解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几个字或加点符号 你就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意思 所以后面这些东西 其实是你对这个关键字的理解的程度 那这个是很个人的东西 新制图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学习工具 它是一个把你的知识慢慢变成智慧的一个超纵的工具 所以你好好的去用它 它会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不管你的阅读 不管你的理解是多少 我们就把重点摘要进去 那请你把它稍微摘要出这12个重点 如果说你的这个位置不对了 你发现你新增节点位置不对了 你可以这样拉过来 它就会直接跑过去 那多的部分直接选到它按Delete 就可以删掉 好那麻烦各位就动一下吧 画面还给你 这是最基本的用法 那我们新制图的 使用新制图其实大部分 刚刚我们只有用到新增移动删除 这几个功能就是各位 之后用新制图的情况里面90% 都会用到这几个功能而已 其他太花俏的功能很少会用到 所以工具很简单 各位不用害怕 你就去摘要稍微摘要一下 抓一下那个感觉 就是你阅读完理解之后 你要去收敛那个 关键的词或句子 收敛成一个关键词或关键字 的一个浓缩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在运算思维里面把它叫做抽象化 它是各位看过太极对不对 太极 你学一件事情 你对它的理解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等到多到一个程度之后 或者你对它熟悉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可以内化 它可以挤压 压缩变成一个关键字 然后从 之后就可以再释放 你所有的工作暂存区的空间 你把它压成一个关键字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点 那个点就不占空间 你的大脑就可以空出来 再学习其他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蛮玄妙的东西 新制图 好各位 练习一下摘要 然后顺便把那个简单基础功能 稍微理解 测试一下 然后如果你的电脑有语音输入 你可以善用那个Window H 用麦克风就可以输入 那如果那个网页刚好是文字的版本 它可以复制的 你也可以用复制贴上 把关键字复制一下 然后到你的新制图去贴上 如果它是图形的或者它网页有设定 不准你拷贝 那你就自己输入 你在一边做的同时啊 请你去感受一下 你从阅读到理解之后 然后导出那个关键句或关键字 然后再填过去新制图 你要去感受一下那个感觉 那个抽象化的这个历程的感觉 所以今天早上的部分呢 各位在自己自我成长 学习的历程上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 如果你好好的用 它可以取代你其他所有的学习方法 大部分 它效果非常的强大 然后 你这里必须有麦克风 现在这台电脑没有麦克风就不能用 就是Windows加H 就会家里的任何软体 你的Windows必须要是11的版本 你的Windows只要是11的版本 你按Windows加H 它都会可以直接麦克风输入 对 加H H不管它大小型 不管 对 对 所以那个时代在进步 我们有时候电脑教学要跟上时代 所以如果 是我还在handle这个教室 我就会每一台装一个麦克风 然后我就 我那个中文输入的课程有没有 我就会把它缩减到只剩一节 它知道怎么找就好 我不会再去练打字 那个没有意义了 因为科技一直在进步 对啊 有时候找那个注音啊 然后有时候我们 那个像长辈 有的年纪比较大的 他注音我就拼不出来 拼错 就找不到那个字很麻烦 那语音输入至少八九成会对嘛 就多个罪字三一三改一下而已 如果你这样子一直练习的话 你会发现你之后啊 读书的速度会变快 因为你去 你会变成那个你的阅读的方式会变成扫描阅读 就是你会去找关键字 在诊断里面你会去找那个关键字或关键词 然后你一下子会理解那个意思 然后就可以把关键字摘出来 他会增加你的阅读的速度 好 好 各位有一点感觉了吗 你已经抓到那个步骤对不对 很简单了 就先阅读理解 然后在理解了之后就会知道说 这一段里面 有哪些关键句或哪哪几个关键字或词 就可以代表这整段的意思 那你就会找到这个部分 就是经过你的大脑抽象化的结果 如果你这个能力训练了很久很厉害的话 这种人很 很 这种人 非常的 厉害就是你 任何事情到他的手上 比如说你有一个计划或者是 你跟他聊天聊了一会儿 他马上就可以抓到你说 这个计划重点是什么 他可以马上抓到重点 所以在那个混沌的事件里面 他可以像大海捞针一样 大海捞针一样 马上抓到这一个事件的重点跟架构 所以第一个是抓重点 第二个是他会形成一个架构 那怎么样形成架构呢 就是你刚刚那个新制图抓一抓之后 他自然会形成架构 好 那我们再继续啰 不管你做到哪里 不管你做到哪里 我们先换一下画面